因為我前不久才聽到中心院董事長梁協 又在提說 德國因為使用了很多綠能 所以非常不穩定 一年跳電二十幾萬次 可是我覺得不可能 因為我知道好像有類似這樣的報告 但是跳電二十幾萬次好像對德國沒有什麼影響 不然你們的工業早就垮了 然後他還非常揚揚得意的說 因為臺灣的綠能很少 所以我的跳電次數比你們低很多 可是我看我們的工業怎麼樣都趕不上水果 那我就不懂一件事情 說好他不斷的講 到現在還可以這樣講 前幾天還這樣講 第二點 這個他一直講說 德國因為使用了很多綠能 然後所以德國的電價非常的高 我去看沒有錯 德國的電價也比法國高 法國75%是核電 但是我看到歐盟的統計局的統計 失業率 各國失業率 從2008年開始 德國的失業率不斷的往下降 法國的失業率不斷的往上漲 那以我們政府不斷的告訴我們說 要有核電 臺灣才會有這個經濟發展 那德國用了75%的核電 那他們的經濟應該比你們好幾倍才對呀 那為什麼剛好是相反了 謝謝 我記得很難回答的一些問題 可能跟那個天價開始吧 其實我去年5月2號聽到兩群人這樣子說 在立法院的公廷會 那時候是陳柏欽教授來講的 後來他又講了很多次 我當場問他 就是說如果是 當時超過三分鐘的二十萬次 那乘起來的話就是六十萬分鐘 我算一算 一年只有五十幾萬分鐘 那我問他 再播出來幾分鐘怎麼辦 幾萬分鐘怎麼辦 那個他就沒有回答我 這個國會都有組織搞的紀錄 OK 去年5月2號的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的公廷會 那我後來也查證 就是說德國算多少次是一個店 要算一次 OK 那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數字來算的話 你可以上一下我們台灣的這個電力公司 他有停電的一個公告的一個網頁 我們一天啊 就好幾萬次 這個公告 就通知你 這是計畫中維修的 都算在裡面 德國也是 不管什麼原因 天災人禍 還是計畫中 計畫性維修 只要補電 超過三分鐘的 都算 因為 再上去就要補償 補償 因為電是不可以中斷的一種公益 所以他電力公司要補償 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台灣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是生活在一個非常幸福的活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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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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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拉老師 有位相關主 我想要請 可不可以請我們田秋菁為原 邀請副處長到立法院進行備詢 除非所有有何者 對德國的不實指控的謠言 一次做的說明 非常謝謝 謝謝 我跟這個介紹可以嗎 田秋菁為原 可以帶走我們今天的錄影帶 一起照顧 我想這裡有外交上的困難 不是說副處長 我想副處長 因為他今天代表著德國政府在台灣 他對於介入其他國家內政上的討論 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也就是為什麼梁啟源 敢大啦啦地在國會講這些話 而且一講再講 事實上 他那個話 我在其他的媒體上都已經公開了一個多國 但他還是敢一講再講 他也知道說 德國政府派出在台灣的官員 不會挑出來公開反駁他 不過我是覺得說 梁啟源先生 身為一個馬英九總統 這麼移重的能源的國師 他不斷不斷地說這些謊言 誤導我們的國家 事實上是罪莫大言 謝謝 對不起 我有看過好多篇的德國專家寫的報告 但我是看英文版的 但他們最近的 包括那個歐洲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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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委員會 每個月他都會有那個 每個月都會有報告 然後有一個 section 是 energy 我們早上去看 那我們發現他們的報告上面都寫說 德國的在事能源 對於降低德國的 wholesale 貢獻很大 非常非常大 那幾乎台灣不太有這樣的資訊進來 然後第二個是說 可能就您德國人看德國人 所以德國的電價一向就是比較高的 不是因為有沒有核能 或是有沒有再生能源會特別高 本來德國的電價就會比 它在20年前就會比其他國家高 現在以上是其他國家高 但是在供電的品質上是蠻穩定的 那我們甚至知道說 德國連續六年 即使在廢核以後 reduce 核能以後 德國還是那個 electricity export的非常大的國家 是 net export 就是你們買的電比賣給別的國家的電多很 就是買的電很少 但是出口的電很多 是這樣 因為歐洲是自由電網這樣 所以可能是不是您的看法就是說 有沒有核能和用不用再生能源 其實對於德國的民生電價影響沒有那麼大 是有影響 某些影響 但是不是 dramatic 的影響 因為德國的電價一向就是比較 比其他的國家可能就是比較高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促進德國的社會在用電的效率上非常注重 所以用電的效率非常高 是不是這樣的說法 這樣的statement 是不是正確的 謝謝 其實都對於 本別國家的那個 連續交易 其實有選擇 我們去德國的能分消耗的百分之一 可以交換對美國家 歐盟的目標是提到這個 目前德國其實還差不多一個吧 所以 未來的話 我們一定會看見那個交易會變得多 就是德國政府的目標是已經做了 他的公民一直是公的 可以保持自己的要求 這個也有一個背景 因為有了德國旁邊的國家 他們一直 他們的公民一直不夠 就是他們一直依靠德國的那個電 有了國家 有這樣的情況 有的時間很難說 如果真的是不是金口還是出口的電 我剛給你那個鈴子 那個奧基利的那個布 還是德國的電對不對 他們發揮德國 他們出口它 還是德國已經發揮的電 是不是 對 有的時候真的很難講 其實說到什麼 田不是一個產品 它其實有一點自己的特色的個性 有的時候那個毛衣 你看毛衣很多都花繡方面 台灣出口也是進口一樣的產品 沒有說很難講 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怎麼 德軍老師 也是文靈 是在一個大家可以處理好的情況下 就是 一定要好好 我們來看